美国国务院6月3日宣布 主管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康达 将于6月4日至10日前往中国和新西兰访问 美国国务院发表的一份声明说 白宫国安会主管中国与台湾事务的新任资深主任萨拉贝兰 也会与康达一起前往北京 与中方官员就双边关系举行会谈 今天上午中国外交部美大司司长杨涛 同来访的美国国务院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康达 白宫国安会中国事务高级主任贝沙兰举行了会谈 今天下午马昭旭副部长将从他们举行会见 有关的会见会谈情况 大家可以关注中方发布的消息稿